赖清德被黄珊珊蔡正元说成是蓝白共同敌人 台大医院的败类柯文哲乔病房才是我们的敌人 黄珊珊痛批黄子哲把盟友当敌人 蔡正元也痛骂蓝白忘记共同敌人是民进党 我看了很反感 把民进党赖清德当敌人是要搞台湾内战吗 我带我爸我妈住院屡屡碰壁我讲过N次 我认为乔病房的台大医院败类柯文哲这种垃圾行径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以前就提过我带我父亲去住院 每个医院都说自己是小医院 言下之意叫我们滚 后来到了树立医院 我也必须在急诊留官躺在该死的冰冷地板上 只有红色的板凳给我们家属坐 而且一坐就好几天 我妈的情况也类似 后来某次回诊 有位看了我妈十多年病的医师 听我转述这历程 说真的 没医院受的话可以找他 他愿意帮点忙 我虽然没有找他 但我也对他很感激 而柯文哲呢 柯文哲公开说 自己会替民进党立委柯建民乔病房 柯建民在电视公开说 这是选民服务 柯文哲又说 这是制度问题 好像自己没有错 傅云清律师说 柯文哲是台大医院的败类 我100%赞成 而由于柯文哲参选总统 我就查了一下柯文哲的医疗政策 看他有没有为他在台大的败类行为检讨 并且改进他所谓的制度问题 根据竹字 KP政策记者会 柯文哲的医疗解方 投资健康 有效医疗 永续健保的全文介绍 我只看到柯文哲又自吹自擂自己 这是自己比较熟悉的题目 里面洋洋洒洒一堆狗屁 就是没谈到自己 因为立委官说住院特权 必应金包营的特权病人 搭直升机住病房 想当年 我父母都有资格符合住院标准 却都住不近 你柯文哲这种乔病房的垃圾行径 竟然没提出针对台大医院 败类乔病房的预防措施 难道是不敢面对自己当年惯性的无耻吗 我提过 无论是医师伦理 或各式各样的医学宣言 都要求尊重病人的人性尊严与恪守伦理 不允许把病人当成非人类 也不得因为病人的社会地位 阶级予以差别待遇 台大医院的败类柯文哲 因为柯建民的请 让一些特权得以住院 这是医生中的垃圾行为 除非台大医院医生都承认 跟柯文哲一样都有乔病房 我才认同 这是台大医院变态的制度问题 否则就是柯文哲对病人的报信 其次 柯文哲2021年3月27日 赴苗栗联合大学 以生死之间为题进行演讲 柯文哲演讲时表示 台大医院随时可能有100人在急诊处 但却没办法住到楼上病房 是因为三原因 包含癌末有签署DNR 临终不急救 的病人 病太多种的病人 以及巴氏量表太低的病人 柯文哲对台下观众表示 如果有一天被送到急诊室 还是要打扮得光鲜亮丽 因为这会影响住院机会 请不要怀疑 这是有台大医院的科学根据 根据风传媒的报道 柯文哲表示 2009年健保局曾公布 台大医院急诊病患 在走廊待了超过三天 还无法住进病房的人数 高居全台第一 他以前在台大当医生时 每天都会接到官说 要瞧病房的电话 柯文哲对观众接着说 什么叫做现实的社会 就是即使有一天被送到急诊室 还是要打扮得光鲜亮丽 因为这影响住院的机会 请不要怀疑 这是有台大医院的科学根据 柯文哲说 病重到快死了 巴氏量表太低 疾病太复杂 所以不能住院 所以你为什么堆在急诊室 不能住院 因为你太烂了 所以不能住院 我看了柯文哲的肺腑之言 原来 我的父母 在这些医生眼中就是 因为你太烂了 所以不能住院 柯文哲在同一个演讲中 还说他设了一个病房 收了全台大医院最烂的病人 差不多就是全台湾最烂的病人 因为大家不要就送台大 大家都不说的 就送去柯文哲的病房 那个病房 台大叫七滴病房 但柯文哲离开后 就被取消了 那柯建民官说的病人 送到哪一个病房呢 我强烈合理怀疑 你柯文哲 可以直接卖柯建民人情 安排去住院的病房 会不会是你弄的那个病房 就像柯文哲的 外科加护病房医疗经费 MG149研究专户 接受社会人士及企业捐款 其中 柯美兰和其他多位年轻的 台大医师一样 应符合外科加护医疗经费 代号 MG149研究计划 阶层获得MG149工帐支援期研究 2010年6月 柯美兰也将过去所获得支援研究支援费数额 全数赞助MG149经费工帐 多年之后 柯美兰参选立委 并且一起在柯文哲的选总统场子里出现 柯美兰不但多年前领取柯文哲研究专户的钱 多年后又在柯文哲选举长子里选举造势 不管是钱还是选举利益 柯文哲、柯美兰都可以组合成听KP 而柯建民官说的病人也可以有病房可以住 我在想 我们这些医疗建民 不晓得又要被你们这些台大医院败类的侨病房制度 沦落到急诊室住几天 你柯文哲午夜梦回 如果还记得自己曾经当过医生 有没有一秒钟把改革急诊室纳入你的医疗政策中 柯文哲这一家人 美美可以领格格开的专户赞助的经费 之后再捐回 美美也可以在没有民众党籍的状况下 到造势场合致辞 他们的父亲愿意将孩子贡献给国家 自己和柯文哲将会努力奋斗 然后 这个台大医院败类柯文哲 可以在当台大医院加护病房外科主任时 帮忙柯建民桥病房 原来 无论在医学或政治 都是有关系就有关系 没关系就没关系 所以 当我听到蔡正元 黄珊珊 在谈什么敌人不敌人的时候 我只想到 美国拳王阿里 拒绝打越战的往事 阿里说 我跟越贡没有仇 我从陪我父母住院 受尽折磨的往事来看 乔病房的医院败类 才是我们的敌人 明知制度有问题 却不思改进的台大医院败类柯文哲 更是我们医疗界民的敌人 Black Jacqueline 23年11月22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